好,這個題目看起來就比較複雜 這個x平方減1的2分之3次方 分子又是兩個函數相乘 那麼我們這個題目呢 因為分子如果沒有這個NatureLogX的話 那這個題目呢 你可以使用4之2 變數變換的方式 下去把它解出來 那4之2 這個我們把它做一次 同學觀察一下 那因為等一下這個要用到這邊來 好,這個x平方減1的2分之3次 分子x 好,這個題目呢 如果放在4之2 要怎麼樣下去做 那首先呢 就是呢 我們看到它這個函數 x平方減1 它有2分之3次方 所以呢 我們想到的這個積分公式 就是u的k次方 抵u這個公式 好,這個u是一個函數 它有次方 那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x平方減1 的2分之3次方 再分母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負的2分之3次方 那分子這個x呢 我們把它跟這個後面的dx 搭配在一起 好,那做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你令這個u 讓它等於這個x平方減掉1 那所以du呢 就是2xdx了 du就是2xdx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xdx呢 還要再搭配一個2 才能轉換成這個du 因此呢 在這邊呢 我們把它乘以一個2 在這邊除以一個2 調整一個2回來 那所以整個這個式子呢 它就會變成 前面多一個1分之1出來的 然後積分號 那這邊就是u的-2分之3次 那這個畫底線這個2xdx 就把它轉換成du了 然後就把它轉換成這個du 好,因此呢 我們就得到一個這個u的k次方du這個積分了 好,那所以積分之後呢 它就變成這個 好,積分次方加一次 所以變成-1分之1次了 負分之3加1,負分之1的 底下呢是負分之1 好,那麼這個2在第二層,第三層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2給它消掉 好,這個2把它消掉 那因此呢 這個積分做出來呢 它就是負的 這個u的-2分之1次 負的u的-2分之1次 那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u再換回來 u就是這個x-1-2分之1次 那-2分之1次呢 你又可以把它寫成呢 在母開根號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像這樣子的形態 就變成x-1分之1 好,那其實寫到這裡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這樣子做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呢 如果你下去觀察剛才這個解題過程的話 我們現在把這個函數下去做積分 我們現在把這個函數下去做積分 積分出來它的結果呢 是在這裡 這是它的結果 那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把這個微分的話呢 微分出來就是我們上面這個圈起來的部分 好,那我們現在把這個黃色的 把它寫下來 就是呢 如果你現在把這個負的 根號 x-1分之1 你如果下去微分的話 那它的結果呢 就是呢 x-1-2分之3次方分之x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dx 還有一個dx 換句話說呢 這一串配起來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轉換成像這個形態 那因此呢 以這一題來說的話呢 我們一開始 就把naturlogx呢 放前面 然後把這個 x-1-2分之3次方分之x跟dx 把它搭配在一起 那這個畫底線的部分 根據這個黃色的這個式子 我們就可以把它轉換成呢 這個d的 負的 然後根號 x平方-1分之1 我們就可以把它轉換成像這個樣子了 那這個時候 這個被積分函數只剩下一個 那我們再使用這個分布積分 這個udv 好,下去做 那因此呢 它分布積分出來之後呢 變成uv-vdu 所以我們把這白色的抄上去 這個u就是lnx 那這個v呢 就是負的 這個根號 x平方-1分之1 然後 然後減掉呢 這個積分號 這個v呢 就是負的 這個根號 x平方-1分之1 然後在du u就是nx 好,那所以呢 按照這個分布積分的公式呢 變成說我們現在只要解後面這個積分的答案就出來了 那麼 前面這一項 我們就把這個負號把它拿到前面去了 nx nx乘到分子去了 所以這個 前面這一項它就變成x平方-1開根號 上面是負的nx x 那第二項呢 這個負 這邊有一個負號 這個負負就得正了 加上這一個 那麼 這邊呢 根號x平方-1分之1呢 第一nx 那這個nx呢 你可以把它微分出來 那它微分出來之後呢 就變成這個 x平方 這邊就變成這個x平方 x分之1-x x分之1-x 那中間呢 是根號x平方-1分之1 換句話說呢 我們現在只要解這個積分就ok了 那這個積分呢 對商學院的同學可能不熟 因為它使用的是反三角 所以我們這邊呢 你再度的處理下去呢 這邊變成x平方-1-nx 那這個積分之後呢 它會變成一個反三角 就是arc-second 這個處理出來 會跑出來一個arc-second這個函數 再加上c 再加上c 那這個數目 我會來表達至少 在十分之一 中間 谢谢大家